在没有整容和PS的年代中,蔡少佛的剧照每一张截图出来都非常好看,五官非常标准,一凭一笑都那么明艳动人。 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讲,就是慢慢的少女感,笑起来略夹嘟嘟的苹果鸡,忍不住想捏一捏,小时候生活在单亲家庭中,跟随着母亲成长,因为上中学时,家里的亲戚朋友发现她的美貌和身材的优点。 在她15岁那年便鼓励她参加了1989年的世界模特香港大赛,但没有任何经验的蔡少佛,在那次比赛中并没有什么突出,有了上次比赛的经验。 在事隔两年后再次加参1991年度香港小姐的比赛,获得纪尊的成绩,之后正式加入TVB,而她也在TVB最好的黄金时代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,也是一位美貌与实力并存的好演员。 而那时候的港级听众,依靠更多是美貌和智慧,不像现在的选美比赛全是网红脸,没有一点变识度,随后开始投入到演艺圈中,在1998年,蔡少芬的凭借电视剧《天地豪情》中的出色表演,获得了TVB万千星会和台庆的最佳女主角,也是当时TVB最年轻的时候,那一年她才25岁。 后来蔡少芬更是在香港鱼的圈中迅速走红,成为多部影视作品中的主演,年轻时的颜值,真的没话说,在历史剧《落神》中饰演的真蜜简直就是仙女,十一年的甄嬛传,又让她饰演的皇后娘娘深入,人心,在90年代整容还不是很发达,那时的明星可以说绝大多数都是纯天然的,颜值更不用说, 随便一个人放在现在,绝对可以吊打一群单红小花蛋,简直美哭,感受一下年轻时的蔡少芬,简直就是从漫画里走出来的少女。 黑发明眸,很有自己的特点,然而现在的美成了标准化。 自从正容脸兴起后,追紫两开眼角的大双眼皮,龙林风传变额头美得千篇一律。 如今的蔡少芬不仅是也有所成就,也跟着进组成了家庭,并育有两个儿女。 这就是你,我们下来的婚姬。 那么,我们下来看看,我们下来一点, 那我们下来的婚姬还要 вн开建努。